所以我是花青 然后加褶石 所以我的颜色是比较 不那么绿的 随便你要尿尿花很绿 你就加一点袋黄的 所以呢 我现在这个是褶石 然后褶石在这 褶石加花青 这褶石比较红一点 你看你调的色 假如说你说我每次调 画完它就变很淡 可能就是你调的颜色不够 你的甜色可以用浓一点点 但是要有浓有淡 你看我这个浓的画完之后 再点点水才会变淡 我现在加了花青 然后呢我笔尖 再加墨 一层一层的加 这样这个墨呢 你是用这个比较干的 这边太多了 加一点在这边 这笔尖 这加一点 这样站好多 对啊 就是就不会太 看我从哪里开出 看你都会 好 假如说我们从上到下的话 你压的话它的叶子会比较宽 因为这个花的叶子本来就是比较宽的 只要你从下到上拉的 那个是比较细的 那个叶子 就是我们花那个 株 橘 蓝 那个蓝花 对 那个叫什么 树心蓝 那种 那种就比较细的 用力压就会大了呀 对也是 对没错 用力压 但是你要拉那个的时候 你很尖 轻轻的拉它就会很尖 你用力当然对 这个也是会 接下来你就可以稍微 单一点 是吧 然后呢 它这个花蕊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它六个你就画六个 我们这只有画五个 应该是六 就是六个 六个 六个 是什么蕊啊 刚刚讲的 十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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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它的这个蕊 可能是什么颜色 可能是 我忘了是白的吗 可是有时候我们画白的看 不但其实我们就用 上面的花当然是花粉 是黄的 没有没有 我是说这个杆 这一根 那个 一二三四五 就六个 然后呢 另外一个大的是熊蕊 是不是 那就要七根了 对 它就是 我记得是六个 对 六个 六瓣就是六个瓷 然后再一个熊蕊 一个最长的 事实上其他的都差不多长 其他的那个瓷尾都差不多长 然后呢 就可能这里面 下面把它淡 ok 大概是这样的 ok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这个 本来这个就是 这个叫什么花鳄 应该讲花鳄 就刚开始包的花包的时候 然后打开来 后来就干掉 好 那就这样试试看 下礼拜我们再画蝴蝶